韵威師 同學們好 曾律長好 凱瑞士好 我今天分享的就是我先生 在中招之後 怎樣跟死神搏鬥 是用長身學 救了她的命 在22年的12月份 12月中14日 那天我兩夫妻同時中招 我發工燒 肚痛 肩頭全部都痛了 但是我都比我先生輕一點 他簡直是紛紋了 發工燒和紛紋 另外他做了一些痰 就在頸和氣管那裏 上不了 下不了 攀不了下去 拖不了出來 好像要失死了那樣 就是普通麻煩在流 一堵死的事 這樣的情形呢 我又碰不到她 你知道我都做了招 所以我的女兒就把它整了去醫院 那她什麼意思呢 我晚下怎樣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女兒都不可以跟著去 發車來了之後 你們全家的人都不可以去 因為你們都在旁邊 她自己有任何人都很放手 但去了之後 第二天我就用場 我當馬卡做到一些馬卡重新學 又有C7 又有避難 又有避難 導致我自己一醒 我就調一下 醒 我就調一下 到第二天早上連食醫藥 基本上我就已經好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呢 就十點鐘就接到醫院的電話 她說你們準備後事了 不行的了 我們想再多問兩句 又沒有回覆了 我們全家都好 都幸入很灰暗的當中 又不知怎麽好 又不可以去看 那又等了 到第二天早上又接到這樣的電話 醫生說沒有回覆了 因為她真的不行了 你們準備後事了 我們就想 如果準備後事 怎麽準備呢 那她如果在醫院那裏 又給我們去看 那怎麽樣準備呢 那我到第二天就唯有品 等到三四天之後 再來電話 她就說不如這樣了 就做什麽 準備人工 人工幫忙壓 是吧 就是這樣呢 但是呢 你們就要準備 她的骨頭會斷了 我們就說不就是 她的骨頭斷了 你知道啦 她不是年輕 她是八歲老人的嘛 但是呢 她是九十七的嘛 還壓斷了那些骨頭 怎麽可以的 那 但是呢 就再過一天 接到電話呢 她就說已經 甚麼了 已經甦醒了 還有呢 她已經決定了院期了 那再過兩天 又說她轉了院 那之後就在醫院一年住了 二十幾天 但是她是二三年的年初二 就將她送回來 那我就這樣 我說 先生啊 你怎麽可以捱得過呢 我都說你死了 她回答我 怎麽呢 她是死亡人 她是長生學啊 你知道嗎 她們都以為我死了的啦 她們都最後都不理我的啦 我是躺在床那裏 有時她們就不起床 那我就躲起來了 她們以為我死 其實我還沒死 我在這做長生學 我在那裡 groundspop me 那往我以前教的那些方法 然後來這樣慢慢自己做 自己做 我的手就沉著那些譚哥的地方 但是甚麼時候鬆了那些譚呢 我造нут奇怪 突然間又有一天 我就咳咳咳咳咳得很厲害 他們說他咳咳了 懂得咳咳 可能還沒死 就走過來 他說那些廟事 伊勢達都懷著來看我 認為我們應該死的人 為什麼他不死呢 這樣我又聽不懂他們說什麼 他們當然是這麼說的 但是他還沒死 當然是這麼說的 他說我聽不懂 但是我活過來了 我真的活過來了 老闆你真厲害 但是他回來之後他入骨受殘 還有就是起不了身了 起不了身 就是要扶著東西 才慢慢站著 輪著那個車仔這樣推著 都走不了 但是他很勤力 他就自己 早上起床就坐在那裏調整 晚上睡覺之前 又調整 就是他自己又調整 又練功 又調整 又練功 又扶著東西慢慢走 他居然現在 98 歲的老人 是叫做百歲老人 他可以動著軌著 落去下面 自己散步 那些人 每個人都說 你好東西 我說 長生學好東西 要是長生學好東西 所以我先生呢 能夠站起來 給人家個個讚他好東西 我是分享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多 多是長生學年功 八歲老人 都可以站起來 我們一定可以的 多謝教師 多謝教會長 多謝所有師兄 師姐們 謝謝